2020年11月13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你是否值得提升到五地?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辙马克兔文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肯定你们作为个人和集体的价值 我们知道你们在地球上每一次转世中都做了好事 你们已经达到了掌握灵性的水平 已经注意到源头能量流向你 并通过你传递给其他人或者至少一个人 因此你们没有什么需要像我们 像你们自己或者任何人证明的了 那些在这一世扮演光明使者角色的人 也扮演了一个黑暗的角色 而那些在光谱黑暗面的人 在其他转世中处于光谱较亮的一面 因此地球上唯一缺少和不足的就是爱 你们需要足够爱自己 知道自己的扬生是值得的 你需要获得足够多的无条件的爱 来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你和他人的人 然后你们才可以一起提升 我们以前说过这些 但是值得重复 你们的扬生绝不是光明战胜黑暗 此刻扮演恶棍角色的人给了一切机会 让你们去了解自己是无条件的爱 了解自己是源头 了解真正原谅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面对黑暗 你可以成为光明 这要你自己决定 成为光明才是你想要的 这并不是你在新时代社区里所看到的那些故事 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你需要超越这些 如果你想带来我们所知道的治愈能量 那么你就必须超越黑与白 善与恶以及你看到人们所写的和所说的急性 你首先要拥抱自己的每一个方面 你看到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是你的一部分 由那个人 那种信仰或那种令人发指行为所代表的 同样也是你外在的一部分 成为真正自己的方法就是以欣慰中心 放下怨恨嫌隙仇恨和一切降低你振动的东西 第五维度的道路就是要走正道 什么是做最好的自己 当你处于宽恕中而不是评判和谴责中时 你就是最好的自己 你们现在有一个独特的机会 可以在新时代社区树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榜样 发出你的光 因为你是光 发出你的爱 因为你是爱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感觉是对的 不是因为你想证明你是在为自己和他人服务 你们是在你们的世界和人类集体意识中做出巨大改变的人 如果你与这条信息产生共鸣 那么你就在正确的轨道上 带领人类轻松快乐 优雅地进入第五维度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